Hello各位 我用过三台NAS 分别是2017年别人DIY的 大概玩明白之后自己DIY的 还有这台去年刚换的绿莲DX4600 相对来说 它的系统配置最简单 完全没有使用难度 今天的家庭人员入门 NAS使用指南 我们就与它做演示 来聊一下NAS的下载和设置 以及在家庭局网内 用一台硬盘播放器 手机 电脑 iPad 如何访问NAS来播放里面的电影 欢迎各位未来发烧友 我收到这台NAS那个早上 窗户进来的光线很柔和 拍了个开箱视频 它的机身是氧阶氧化处理的全铝机身 深灰色 并没有官方图片那么冷 比较中性 背面是一片磁吸的防尘网 盖着一个大风扇 有两个2.5G的网口 将来可以做双网口的链路聚合 说实话 如果只是下载和存储电影 有点配置过剩 但我喜欢过剩 因为这样以后有折腾的余地 打开磁吸的前盖就是一排硬盘拖架 这种机械感看起来很酷 有了一台自己小服务器的感觉 NAS底部这个盖子里 自带一根8G的DDR4内存 还空着一条可以扩展 两个M2盘位我暂时空着 因为用它做家庭院影库 机械硬盘的速度和千兆网络 就完全能满足最高规格 蓝光源盘的读取和传输 我想以后升级了万兆局域网 再加M2硬盘 有了更快的读写速度和网络 可以试试把它作为局域网剪辑服务器来用 存储和下载电影的话 我准备把老NAS里的这几块硬盘 拆卸了先用着 它们最年轻的已经服役了9200个小时 最年长的23000个小时 那些战死沙场的已经归于尘土 这几块是优胜劣汰的精英 在新的NAS里用老硬盘 一定要备份数据 因为放到新NAS里用的第一步 就是初始化 会删除掉所有数据 老NAS里有一堆线和螺丝 拆卸比较麻烦 安装的过程就很简单 3.5寸的大硬盘 只要放进托架卡住插进去就行 我从PS4 Pro里拆下来的这块2.5寸小盘 就需要用螺丝固定了 插入硬盘 找一个角落一放 把它和路由器用一条6类的千兆网线连接 就接入了家庭局域网 我分别给PC、Mac、手机、iPad下载了绿莲云 这是这台NAS的管理软件 它的界面有点像百度云 只不过这个云服务器是自己的 就在局域网内 上传和下载速度不受电信连同的限制 只受限于你的路由器、网线和硬盘读写速度 在管理软件里可以看到NAS里所有的硬盘健康状态 可以调风扇转速 可以备份手机里的照片视频 也可以设置一个加密的空间来存自己的小秘密 还可以像分享百度云链接那样分享给外网的朋友 对于家庭影院来说最重要的两个功能 一个是年后刚更新的云影院 可以让你的移动设备直接播放NAS里的电影 不用第三方播放软件就可以 第二个重要功能就是下载 这两个功能我们在把NAS接入到局域网以后 再展开介绍 我们家里路由器和所有联网设备组成一个小局域网 路由器相当于一个管理者 会给每个设备自动分配一个IP地址 IP地址就相当于每个设备的门牌号 路由器自动分配IP地址的功能叫DHCP NAS第一次接入局域网 路由器也会给它自动分配一个 但这个自动分配的IP地址在一些情况下会变 为了固定这个门牌号 我习惯手动设置IP 在设备、网络设置、IP设置里 手动设置NAS的IP 就只需要修改最后一个数字 相当于给了NAS一个你家局域网的固定门牌号 其他设备根据这个门牌号 永远都能访问你的NAS 任何品牌的NAS都可以手动设置一个IP 在功能、网络服务里 先设置好账号密码 这个账号密码是你的手机 iPad硬盘播放器等设备 将来访问NAS是会用到的 把SAMBA协议和APF协议打开 这样PC和Mac电脑就可以像访问本地文件夹那样 通过局域网直接访问NAS 而不需要通过绿联云软件了 在NAS端的设置就这两步 绿联云的APP里本身是带迅雷和百度网盘的 这两个软件的使用和电脑上一样 我们就不介绍了 但是很多高质量的片源来源PT网站 是不允许用迅雷下载的 通常要使用QB Torrent和Transmission这样的软件 这两个软件在这台NAS里是没有的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用Docker Docker可以理解为一个小虚拟系统 在功能菜单下打开Docker 在镜像管理常用镜像里可以看到 这两个软件都有 并且还贴心的给了一步一步的安装 配置的图文教程 这个教程很详细 这里我们就不赘述了 我比较习惯用QB Torrent 在电脑或手机的浏览器里 输入我们刚才手动设置的NAS IP地址 加上配置Docker时设置的端口号 就可以访问下载软件QB Torrent界面 这时虽然是在电脑操作 但是上传和下载都是NAS自己完成的 电脑关掉也不影响NAS的下载任务 经过实测下载一些热门的种子 速度是50到60Mbps 已经达到我的500Mbps带宽的上限 每个硬盘播放器的界面都不相同 但是内核一般都是安卓系统 所以设置方法基本是一样的 以我这台Z9X为例 进入首页的文件管理器 在左侧的设备列表找到网络SMB 这里显示的是局网中开启了SMB协议的设备 选择绿连NAS 输入我们刚才设置的账号密码 就可以访问了 现在我们找几个偏远正常播放和快进 看一下响应速度 这是1080P高码率偏远 这是4K UHD蓝光源盘 在我的电脑网络 你可以看到局域网里的NAS 双击输入刚才设置里的账号密码 就可以访问和修改NAS里的文件 用你电脑上的播放软件 比如Pod Player 直接可以播放NAS里的电影 这种方式是直接用文件夹的方式 浏览NAS上的文件 第二个播放方式是打开绿联云软件 功能绿联云影院 新建媒体库 输入影片库的名称 选择NAS里的一个硬盘 全选或者选择一些文件夹 软件就会自动给这些影片 匹配电影海报 简介等信息 生成一个海报墙和分类 然后就可以点击播放了 手机和平板电脑访问NAS 就只需要下载一个绿联云的APP 通过绿联云影院功能 直接看就可以 我试了一下 H264和H265编码的影片 都可以看 也可以切换音轨 切换字幕 就是目前还不能播放蓝光圆盘文件 我们也可以通过其他视频软件 连接到局域网里的NAS 比如iOS上大名鼎鼎的Infios 新增文件来源 在可用共享里找到SMB协议的NAS 输入用户名密码 就完成了 我用iPad无线测试一下 Infios播放NAS里电影的流畅度 这是1080p高码率片源 这是4K UHD蓝光圆盘 刚入坑家庭影院的时候 唯一是用电脑挂着下载的 但开始研究PT之后 发现还需要上传 于是就开着电脑 养了一年的号 功耗高 噪音大 每次看电影还得开电脑 很不方便 最后还是入了NAS坑 所以家庭影院的下载和存储的终点 还得是为24小时开机设计的NAS 如果这期视频对你有用 别忘了点赞 我是卡拉上校 下期再见